余警官 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你挽救了我的丈夫 也挽救了我们俩一辈子的存款 要不然就被别人骗了呀 张阿姨 这是电信诈骗 以后啊 只要遇到这种情况 你马上报警 哎呦 我老伴一接电话 他就瞎懵了 人家说我们是洗钱 你老伴没洗过钱 他怕什么呀 警官 要是洗过了得判多少年啊 那就得看涉案金额多少了 一百 万呐 没万 一百块 那天他洗裤子的时候 忘了拿出来就给水洗了呀 哎呦 张阿姨 水洗的不算 那干洗的他也洗过呀 张阿姨 洗钱就是把非法所得合法化 这样才叫洗钱 大爷那种洗法不犯法 那我老伴没事了 没事 没醉 没醉 哎呦 太感谢你了 太感谢 大爷 好了 我把你送回家 哎 哎 谢谢你啊 哎呦 余警官 咱们可算找到您了 余警官 你们怎么追到这儿来了 哎呦 咱们啊 必须采访到您 就在这儿赌您呢 哦 你们是记者同志啊 是 你好好的采访采访这个余警官 他是我们小区的安全卫视 办事认真 仔细 嗯 你们好好的采访采访他 好嘞 阿姨再见 阿姨 那我不送你了 哎 哎 哎 好 那么余警官 您在条件矛盾的时候 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难题还是有的 有些难题啊让你无法想象 就像我们小区无声遛狗 闹得整个小区呢 都是狗追着人跑 而我们又追着狗跑 就像噪音扰民 有些人呢大半夜喝醉酒 结果在家里跳起舞来了 哥们好嘞 楼下的人又不干了 跟他赌戏又唱起歌来了 哎呦 结果整栋楼都给我们打电话 哎呀 真的是 那这些矛盾 您又是怎么调节的呢 呃 只要用点智慧 呃 用点心 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化解的 这样吧 我带你到社区去转一下 你们也采访一下别人 好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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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